今天和其他的朋友一块来采 采蘑菇 我们一共五个人 这里还是有一些蘑菇的 我们今天采的人比较多 然后大家在一起一块采 挺好的 反正有蘑菇呗 是吧 这块地感觉就没人采 虽然我们很多人采 但是还是一群一群的 就在你脚底下 其实大家在一块采很好 大家互相聊天 然后互相一块在一起度过 非常好的时光 在松树底下 一下子发现了好多鸡油菌 那边也有 看看了吧 错了 这不是鸡油菌 这是鹿蛇 跟鸡油菌长得特别像 你看 它后边是 针状的 有鹿蛇的地方 一定就会有这个蜡蚤菇 然后一转身 你看就会有蜡蚤菇的 就在鹿蛇的旁边又发现了蜡蚤菇 所以发现蘑菇就要在周围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远处还有蜡蚤菇 看见了吧 这个森林感觉没有人踩 你看这个附近 发现了好多蘑菇 这边也有 都是挺大的 一转身又看一大的 就在这鹿蛇的这底下 树的旁边 就在这一小块的能发现很多蘑菇 就是静下心来 然后把身体往下蹲 然后呢 就慢慢慢慢慢慢地能看到了 发现那颗让蜡蜡咬的不行不行的 但是看着还挺健康 切一下试试 很好 就上面爬了一批鸡虫 把它拿下去 收起来 刚才采的那个大的牛肝菇 就要就是每位牛肝菇 要是都那样了没人采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森林里头 应该没有人来过 所以我现在又发现了挺大的 那个蜡蜡菇 看漂亮吧 虽然最近没下雨 但是森林里头 还是比较湿润的 每个角度看蘑菇 都是看的是不一样的 那个角度看蘑菇 看到了 这个角度就看不见 有一个特别大的蘑菇 这一群 蹲着踩啊 蹲着踩 你这也不错啊 你这料 嗯 挺粗的 嗯 你可以剪在有没有那个什么 布洛败 这儿 要有的话你剪着吃了 剪着这种小草膜 其实挺的 我自己觉得比不高 就往里走好 因为前面都会把我们采完了 然后还有别的人采 所以就 咱们就以后往森林深处走 这森林比较大 哎呀 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找到一块地 稍微有点蘑菇 看看怎么样 不成再去别的地方 那有找到 我这种人就是在一个地方 就慢慢的踩 不是劲进的溜的 就是 踏下心来 就是 在一个地方实践的找 就能找到好多蘑菇 哪都没动弯 然后呢 就一片一片的 还都挺大 是吧 我觉得这种方法挺好的 因为我认为 找着一个 就应该能找着一大堆 所以呢 我就基本上在一块 这样呢 心情非常静 然后呢 自己能够享受一下 就是这种宁静的这种感觉 今天跟很多人一块儿踩蘑菇 嗯 踩蘑菇的风格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特别的 走得非常快 但是呢 他踩的也还可以 但是经常漏掉其他的蘑菇 嗯 享受我踩蘑菇的方法 就这一块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蘑菇 还都挺大 刚才那片林子好像没什么蘑菇 现在我们换到这个林子 感觉这个蘑菇 嗯 还不错 就是往里走了走 我在一个地方一直在踩 基本上就是一直都有 嗯 源源不断的 这一袋子都快满了 你看 上面发现了很多小一点的 突然发现了特别大朵的 看 非常大这个朵 真好 看这两个蘑菇的距离非常近 这左边就是毒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豆豆菇 往山上一爬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群蘑菇 不是特别大 但是很多很多 这一过程当中采了很多很多大蘑菇 都没时间视频 一会给大家看我们采的蘑菇 每个人都是特别特别多的蘑菇 现在回家了 大家都非常满意 这是今天我们的大丰收 看看 还有呼掌菇 那还有露蛇非常大 这儿 这儿 两袋子 好 天哪 好 这儿 我放下 过来 我们的夜 看 有了 我猜